1998年,世界各大新闻媒体播报了一条新闻,欧元将于一年后正式启用。 这条新闻引起了一家公司的高度关注,他们仔细研究了即将启用的欧元,发现欧元的尺寸比欧洲国家原用货币都要大。 作为一个皮具公司,他们意识到原来的钱价就无法使用了,急需一种尺寸大一些的钱价。 这家公司立即行动,设计出了40多种欧元专用钱价,投放到欧洲市场,大受欢迎。 这家公司就是中国浙江长红皮肩公司,杰克是美国一家广告公司的市场调查员,他几乎天天和客户打交道。 有一天,他见一位客户,正赶上客户再吃一块汉堡,那位客户只吃一半就不吃了。 他就问客户为什么,客户说,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和青少年的饭量不一样,吃不完一个汉堡。 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杰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商机。 很多汉堡店,包括肯德基、麦当劳,都争相出售大型的汉堡,一辆大招揽顾客,却忽视了中老年顾客十辆小,吃不完这么大的汉堡,所以索性就不买了。 杰克便自己开了家汉堡店,特点就是汉堡的体,技巧一码,价钱也低一些。 产品推出后,立即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,这就是风女全美地名汉堡连锁公司。 商机无处不在,有些人在简单的运算规则中,也能找到商机,造就商界的辉煌。